你其实在路上扶人家一把也是行善 行善随时都可以做 站在半路比走到目标更辛苦 要做事情好好把它做好 好好把它做做一半 常常很多人做一半这个做 打毛线打一半 画画画画了一半 什么东西都是做一半 大家也像给人擦屁股吗 你要做也不好做 做好 走一半是很辛苦的事情 没有 带人退一步 爱人人宽一步 在人生到中就会活得很快 对啊 都能让你 都能让你 不要把事情扛那么紧 扛那么紧紧张的 不要总是要求别人给我什么 要想我能为别人做好 好 心太坏了 好 心太坏了 好 不要只看到别人外在的污点 却看不到自己内心的垃圾 嗯 是常用的 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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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的垃圾什么 妒忌心啊 仇恨心啊 这些不好的心 就是内心的垃圾 人家的心我们都看得到 人家做的臭屁事 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自己看不到 有 有 生活有朝气啊 不是要畅畅畅畅 工作讲究效率 做得踏踏实实 生活要有朝气 每天早上起来 虽然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事情 也不要说 哎呀 人家没有事情 都不想起来 睡到十一点半再起来 也可以的 你天天这样子 不得了 麻烦 是不是 生活有朝气 就像每天今天我要去上学 是一样的事情 活得畅畅快快 开心快 我们今天活到这个地方 真的只有畅畅快快 开开心意 别的没有什么好选择 稻穗觉得越豹满 就越往下垂 一个人越有成就 越有千充的兴趣 稻子长了很多了 他头一定会垂下来 没有结穗的道子 直直的冲在上面 那个道子你还看得清清楚 结了道子以后 垂下来 越是有东西的人 越是有料的人 越是谦虚的人 一个人 把自己跨在嘴巴上 我多了不起啊 我多神啊 我多能啊 怎么样 那就是个二把刀 二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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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体贴清心 身色而柔顺 欠不可不难 欲嫌烦 很多时候 笑 笑方面要唯一顺 顺就照着他的意思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虎妈就是不顺 你儿子明明不爱学钢琴 你偏要把他学钢琴 顺着人家的本性 顺着人家的本能去发展 对不对 人家不爱吃辣椒 你偏要烧一盘麻婆豆腐给人家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讲话要温和轻柔 态度要虔诚情情 这个都 随时随地都在身上表现出来 因为说话跟态度 是随时随地都在表现出来 心都有爱才会人见人爱 对不对 有的人走进这个大门 脸上笑嘻嘻的 每个人都想去跟他说说话 有的人走进来一脸 拉长那眼 你去看看他你去走远 你就是这样 心中有没有爱 幸福不在得多 而在计较的少 自己信不幸福 每个人自己去讲 自己是不是很幸福 但是幸福 不在乎是得了很多 要在计较很少 好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跟人家比 什么都要跟人家多 很辛苦的 自己幸福感就没有了 把握当下 就是用作 把握当下 每一天好好过 就是把握当下 每一顿饭好好吃 每次吃饭的时候开开心心 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人生能被人需要 能够有份功能 为人付出 才是最幸福的人 一个人能够被人家利用 是很好的事情 等到哪一天 没有人要利用你 谁也不来找你的时候 糟糕了 你知道 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 所以人家常常说 我这样做的时候 被他利用 没关系 人家要利用你的好事 你还有价值 你还有价值 你还有一点点 被人家看重的地方 你如果那一点点都没有了 人家不会来找你 路 必须 去 走 方能到达 苦 必须去受 才可以消除 路 要去走 路不走 那这个路是没有用的 我们苦 要去受 才可以消除 我们人生来 这个国家讲的就是 人生来就是叫 消除我们的苦难 人来 其实就是一件 苦差事 可能 在当初 分发 你要去 这个什么地方 去做人 还是做狗 还是做猪 还是做什么的时候 苦差事 是做人 是不是 做人很辛苦 你觉得 你像做熊猫 辛苦不辛苦 太舒服了 做个熊猫 他天天吃吃碎碎 喝喝喝玩玩 然后全世界都把他当我美好 吃得了 是不是 我觉得修行要修到很好 这也许 下一辈子就做水貌了 对 哈哈哈哈 前辈子做了太多坏事了 这辈子再来做人 做人太辛苦了 多人太辛苦了 好 我们应该为别人的成就而生欢喜心 对 人家有什么好成就 高兴 非常高兴 自己心里每一团牛糞的话 看到人家成就觉得 那个是牛糞 那 这是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心中成了欢喜心 你看到人家什么都很好 为人家高兴 有量就有福 有福 心就灵 甚至福自心 福自心 怎么会有这个意念呢 讲不出来的 那你为心中先存了好心 常能反省自己有不过失 即得解脱又自在 常常想想自己的事情 今天跟那个人讲这个话 这样讲是不是好 好像得罪他了 不太妥当 那下次该进步 这个就是进步 这个就是进步 那自己想通了这一点 解脱了嘛 又把这个问题解決掉 所以常常想想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容易做 常常想想人家的事情 人家怎么做的 做的那么臭屁事 人家说这种话 说的那样 常常是这样 弄反了 学活就是要善加化解烦恼 寻求心灵的安定 佛家讲来讲去就是去除烦恼 去除烦恼 这个烦恼的事情 所谓烦恼 佛家讲烦恼 就像空气当中的气球 气球外面是捏着口香肠 就要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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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所以你这个烦恼 你一碰到这个气球 它就捏在你身上 还拿不掉 就麻烦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气球 要飘过来的时候 你再拖一拖 不要把这个烦恼 揽到自己身上了 因为你一旦揽上来 很不容易弄掉 你想一口香肠 气球捏在身上 你怎么了 不太容易弄好 所以就是去除烦恼 我们人生活在身上 我刚刚说人为什么苦 就是因为烦恼多 烦恼多 为什么烦恼多 我们在乎的太多 我们要求的太多 我们想要的太多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你没有问题 烦恼就会少很多 要得到别人的赞叹 就得先淡淡别人 好 这个是 人家的都是一个反射墙 你说人家坏话 这个坏话 会反射到自己身上 你说人家好话 会反射到自己身上 说人家好话 就好像拿一束花 给人家一眼 最后自己怎么样 自己手上是香的 说人家坏话 就像你拿一头牛糊 就丢在人家身上 丢什么 自己手先臭 最有力量的菩萨 就是我们的手能脑 人 跟所有的其他动物不一样 人有一个手 最不一样是一个大拇指 很多动物没有大拇指的 你看猫啊狗没有大拇指 熊猫为什么这么厉害 熊猫也有大拇指 所以它可以抓住这个竹子这样 叉子都下来了 熊猫也有大拇指 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很多其他动物 没有大拇指 大拇指非常重要 不断发挥生命的功能才是活着的人 生命的功能怎么样 被人家利用者 就说被人家利用者 听到好话 人家说自己的好 就好像香水 闻一闻可以了 不要把它吃下去 你想 你把香水喝下肚子 是什么 中午啊 里面很香哦 所以听到好话 听到人家讲大家的好话 不是讲自己的好话 听到好话牢牢吸毒 听到有意的话牢牢吸毒 这个我看不清楚 缩小自我 扩大信用 工作要欢喜 人与人要感恩 我这边讲的 这些在中心 基本上都具备 我一个月才来一次 我一看 答案就明白了 就是这样 很多都做到 都必须多讲 你看 做好事要承出时间 这是人生的目的 也是人生的意义 我们来要做好事 如果来只是做坏事 怎么办 离开这个时候会很麻烦 可能啊 愿要大 自要煎好 气要柔 心要喜 一般每个女生都具备值 都具备 所以才会做得这么好 但是到时候 在一个组织里面 能够做成功 一定有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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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不七八黑的人 那七八八的人 搞不好事情了 每个人都争权夺利 搞不好事情了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 这个事情 这群人就算了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其实就在帮助子 这句话一定对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就是在别人那边 钓鱼竿嘛 等到哪天需要 需要的时候 就把那根鱼竿拿起来 下面也许有一条鱼在那里 对不对 你今天帮助的别人 就在他那边有一个credit 哪天我需要的时候 可以跟他开口 帮我忙 那也许就有 是不是 所以帮助别人很重要 欣赏他人就是庄严自己 能够知道人家的好 能够知道人家的厉害 能够知道人家的本领 你哪天 你就可以去利用了 这里面就有一个交情了 欣赏他人就是庄严自己 有的人自己本领很高的 从来不欣赏别人 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好 第一厉害了 成功在优点的发挥 失败是缺点的累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不好 累积累积最后失败了 做不好 成功是优点的发挥 我们把最好的都发挥出来 都用出来 我们一个团体 每个人都把自己最拿手的 都拿出来的 那一次泡浪 每次泡浪都是 每个人都把自己拿手的菜 都摆出来 对不对 所以每次大家泡浪 吃着饱饱回去 大家第二天都不肯 不需要吃饱 至少晚上回去很开心 很开心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优点的方法 没人把自己最拿手的 都拿出来 捨去昨日的好与坏 就要把握精力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没办法 没办法 那就不要再去想着 明天的事情 咱不知道 说不定明天太阳不起来了 只有今天是真的 今天是能把握今天 把今天过得好好的 过了 过精彩 过开心了 最重要 为人处置要小心 细心 但不要小心眼 小心很重要 小心怎么样 常常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 要很小心 不要伤害到人家 先替他想一想 先替他想一想 比如说 他自己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同学 他们夫妇两个 独生儿子 独生儿子 大学年毕业车祸死掉 所以我们在他面前 就绝对不提儿女的事情 伤他在心嘛 但这个就是要小心 这个就是要小心 因为他有这一项困难 所以也许他不在乎 但是我们不要去碰那个问题 对不对 这就是要小心 要想到他的事 不要老是在他面前说 哎呀我儿子多棒啊 昨天又怎么样 女儿多好又怎么样 他听得不说 所以 小心 平常想一想 就很容易做 能夫出的爱心就是福 能消除烦恼就是会 现在告诉我们吧 烦恼一定有 那怎么消除呢 要用你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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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付出爱心就是福 因为怎么样 有机会把自己的爱心拿出去 就是福啊 最怕是没有机会 最怕是没有机会 就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说我今天头太的钱 我要给那些需要的人 结果走到这条街上 他一个乞丐也没看到 一个机会都没有 他是很想行战 没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有机会 能付出爱心 就是福啊 口说好话 心想好念 身行好事 对 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跟台湾 这个新云法师讲的法子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三件事 他就告诉你 每天早上起来 就做这三件事 天就做这三件事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你这一天就很开心 就很美了 明天早上起来再来 说好话 做好事 信心 毅力 勇气 三者具备 在天下没有重成的事